好 今晚疫情蔓延 但是今天让不少人开心的就是 三级警戒降为二级 现在开放水上活动 一大早就有民众戴着口罩 到花莲的鲤鱼潭玩SUP立奖 新城乡的海边也有游客 特别从外线市来玩沙探车 欣赏海景 那么宜兰太平山呢 也有台北的游客 凌晨12点就出现在园区门口 要欣赏日出 看到解封后的日出非常开心 睽違两个多月 看到美丽景色 忍不住小咪咪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 凌晨12点就有游客在门口等候 27号终于迎来警戒降级 民众迫不及待出门透透气 叙事待发准备向前冲 一早在花莲县新城乡 也有民众特地从外线市来走走 新竹来玩的 有那个VIP的感觉 我们是VIP 我们是VIP 两个月以来海滩首度解封 民众终于能到海滩吹吹海风 戴着口罩还是很卖力 游客站在板奖上奋力滑滑 除了欣赏海景 四季又好玩的VIP立奖也很热门 水上活动开放的第一天 选择来鲤鱼潭 保览青山绿水准没错 从新开始工作 没错 心情应该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激昂啊 接近三个月的期间呢 事实上我们水域活动的相关业者 事实上来讲都是 就是水生火热啦 业者终于等到降级能营业 在雪霸国家公园的露营区业者 也赶紧赶工规划 八月要让游客入住 加紧赶工迎接游客 虽然降级开放观光 但该有的防疫措施 一样都不能少 要让大家玩的安全又开心 华尔新闻综合报道